切身心灵喜欢 咱们家就不做生意吗 夫君傻的嘛 咱家祖上是开国的熏陈 做生意要辱莫先人的 这话以后绝对不能再提 夫君 别怪为妻话重 自打进了你王家门 家里那些姐妹 全都羡慕得要死 我知道 你看不上我身份 所以 就算你再冷落我 我也毫无怨言 人活着 不就是图个身份吗 每次回娘家的时候 见到他们羡慕又嫉妒的眼光 在你这受的委屈 就全都消失了 夫君昨日又转了性子 切身 就再没有别的所求了 老天爷 把所有的好的都给了我 不就算是死了 我就算是死了 也心满意足了 臭了臭了 都臭了 夫人你也臭了 多久没洗澡了 春重到夏收 洗了好几回了 春重到夏收 多少次梦会腾肠 如今梦都碎了 夫君 二女 水烧好了没 别弄得再烫死猪日了啊 老爷 水还要再烧上 才会有些湿 好吧你快去 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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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夫君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你怎么了 没事 我在晨练啊 刚才二女来 说你撒一阵抽风呢 吓花前身了 听到胡说了 要不要以后 为夫把此术传授与你 你也好 授予天启与我共享心服啊 不愿意 来来来来 试一下嘛试一下 来 我使劲 要不然为夫教你 骑马舞吧 骑马 还舞 相传 这个练了骑马舞的女人 可以青春永驻 身材窈窕 这个秋发乌黑啊 要不要试一下 真的 真的 来试试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三 二 三 四 四 二 二 四 夫君 这姿势 亲身做起来太不雅了 有什么不雅的 不就劈个腿吗 来 对 二女 来来来来 一块练快 我还 我还要烧水 夫人 亲身自己来 害什么羞啊 不是说好一起洗吗 人家就是害羞嘛 夫君先出去 先出去 是 洗好了 夫人 夫君 我靠 你被蚊子咬了 莫大惊小乖 谁人不被蚊虫叮咬 要是有瓶花露水就好了 夫君说的什么 没什么 夫人 秦晓公爷和陈晓公爷来访了 还要云家老爷身体不适 也差人来了 消息传得可真快啊 这几位都是谁啊 怎么连他们都不记得了 想不太起来了 秦玉秦晓公爷 是胡国公秦叔秦叔宝的孙子 而成出陈晓公爷 是卢国公 程老将军的长孙 这二位都是夫君的好友 而云老爷 云家庄的 跟我娘家也算是远亲 看着王家家到没落 店里咋能填产呢 二女 你服侍老爷喜遇 我去前面接应一下 老爷这一病 跟变了个人似的 对夫人好多了 对我也和善了 这就叫排场 还别说 咱小